然後自己平常有多喜歡跑步 我有多喜歡跑步 其實我只要一有時間 我的第一項運動選擇就是跑步 對 然後我其實就是比較多是慢跑跟快走 然後也是都在室外 就是在家裡附近 所以其實我滿喜歡跑步的 因為是之前在拍電影前養成的習慣 對啊 很喜歡夜跑 很喜歡夜跑 其實也不是很喜歡夜跑 我喜歡跑白天 其實 但是因為工作的關係 所以晚上比較有機會可以跑 可是我每次在晚上跑的時候 我都覺得其實在信義區跑還蠻漂亮的 他沒有很多民眾認識的 很多什麼 就是民眾 沒有耶 其實因為夜跑黑黑的也什麼都看不到 對 那你有遇過可能家層是被搭訕 我有遇過一個是最 我覺得最誇張的一個是 有兩個外國小男生 然後來搭訕 結果我一問之下 那兩個小朋友才14歲跟16歲 然後他們聽到 因為他們就 就跑來搭訕 然後就問我的年紀 然後一聽到我20幾歲 他們嚇一跳 然後他們就跟我講他的年紀 對啊 那剛剛說跑步可以自失戀 是自己的親身體有沒有 對算是 可是我不是自失戀 我是自心情不好 對 因為其實 跑步可以自失戀 是我之前一個跆拳道教練告訴我的 然後 後來我是真的有發現 就是心情不好的話 跑步 可以讓自己的 因為整個身體代謝狀況也好 然後你有流汗 然後 所有的不開心的情緒 其實就會把它代謝掉 對啊 這是多久之前的事 多久之前的事 你說 你說 發現這件事嗎 沒有 就是靠 靠運動 靠跑步 靠跑步 我沒有自失戀啦 就是 靠跑步 就是 紓壓的話 其實這兩三年 對 開始的 對啊 那像你個頭比較嬌小 好像你在拍戲的時候 會跟男子腳那個去 比較 像搖翼一遍的話 大概他公司 你這個問題好突然喔 個頭比較嬌小 嗯 就是如果跟你國藝對線後 嗯 會覺得好像差距離還很大 不會啊 不會 跟靠運動 你怎麼問了一個 跟跑步沒有關係的事情 我一下子 不知道該怎麼那個 是喔 跟靠運動 跟靠運動 好啦我會約大家一起穿著Sakone一起慢跑 好不好 呵呵呵 身高不是距離 大家都可以一起來慢跑 有了之前啊 男友有問了就是衣服的潮牌做公益嘛 那你現在是鞋子嗎 對 兩間會一起來做這樣的公益 一整套來做嗎 如果Sakone願意提供一個這樣的平台 或這樣的機會的話 其實蠻樂意可以來一起做公益的 而且我覺得 做公益這種事情 不論是誰 大家一起來做其實都會很開心 對啊 那你雖然臉書就有自爆說 拍戲的時候都會有小撇勾嗎 就是電幕 這個撇勾才會講講 呵呵呵 妳要不要自己那個 電幕箱嗎 嗯 電幕箱應該很多人都會有經驗吧 對啊不只是小個子 那是 就是一些角度上的問題 或拍攝的那個關係 對啊 其實我 幕箱其實就是我的好朋友啦 你看我現在下面就有電 不然我不會站這麼高 呵呵 那要看攝影師有沒有差 對啊 我個人是沒有差啦 因為都是對人 呵呵 OK 剛剛好朋友躺躺結婚 嗯 沒有欸 其實不意外 我覺得應該了啦 她該得到屬於她的幸福 對啊 最近結論也結婚 就是成為 她的婚戀影片 成為很多女孩 你會嚮往嗎 嗯 我會嚮往 跟對的人結婚這件事情 可是 形勢上面 我覺得那個不是重點 對啊 對我來講我覺得 其實跟 對的人在一起的話 你結婚的 不管你做什麼樣的 形式那都對了 對啊 妳有跟敬仰討論這個嗎 啊 啊 我討論我們今天晚上 一起穿著巧克力去卡飯跑 呵呵 不要再問我了啦 呵呵 還蠻害的 不是平常都很公開的放手 那今天是那個 品牌代言的那個 不要一直問我這個嘛 呵呵 OK 可以嗎 還有人要問嗎 然後一不問這個 大家都沒有問題 那個人心看板 剛剛看那個角度 真的不簡單 柔軟度很好 自己在拍攝過程當中 是不是很辛苦 其實這次拍了 蠻多高難度的動作 其實有吃到一點點的苦頭 而且因為 因為我們有一些室外的景 然後那天寒流來 然後很冷 那十幾度而已 然後我們還是在室外拍 但是我覺得 拍出來的成果 我蠻喜歡的 等到那個 就是目錄行錄出來的時候 大家可以去看一下 嗯 謝謝 謝謝